下一位教育文化幼稚群张晓忠议员 欢迎张音乐 谢谢主席 副市长 我要跟您请教一件事情 对于我们教育局呢 目前 在违法的状态之下 大量商界 在学校的老师 还有后用校长 到教育局来上班这件事情 这件事情在去年的年底 监察院已经明稳的 给我们做了纠正 那从去年年底到现在 也已经快要半年了 那对这件事情 我们教育局 还是我们市政府这边 有没有任何的因应措施 接着我们要怎么做 请副市长答复 是不是我让吴局长来做一个回答 好 好 谢谢 谢谢 主席张一元 谢谢您的关心 我跟您报告 第一个 诚如您讲的 监察院确实有针对这件事情 纠正教育部跟各个的地方政府 我想这个是 就是您 我知道 我是说半年来 我们市政府做了什么东西 第二个 有没有做了因应措施 我跟您报告 我们对于借调老师 我们自己教育局 受到市政府的管制 我们最多的容量 不超过59位 那我也跟您报告这个情形是 台北市政府 校数比我们少 它的原额编制是266 他还借调老师 那个局长 局长你请坐 对 我们不是在比 比说台北市比较多比较少 监察院很明文规定 90学年度到100学年度 台中市总共用了515人 那当然你现在讲 新北市总共用了700人 但是我告诉你 监察院的纠正文里面 非常清楚 写得非常清楚 这个东西 它是违反了 中央政府机关总员额法 它是违反了 教师借调处理原则 甚至 它是违反了 教育人员任用条例 这都是法律 第二个行政命令 这两个 这是违反法律的 那局长我要跟你报告 违反的事情 不要说什么20几月 20几月 50几月 只要是违反的 一件一个你都不行 监察院已经给你明文规定了 明文清楚的告诉你了 要纠正 何有为师 予以纠正 远予以纠正 我跟你说 你在讲话很纠 我去搜集的资料 以下 以你们中等教育科来讲 里面总共几个人 来这几个人 你知道吗 编制几个你知道吗 13 你们里头 目前是29人 没有啦 编制13 中等教育科 13 你们总共 目前里面总共有29人 然后从后用校长 还有调用教师就占了8位 比例将近30% 当然你有很多话要讲 我知道你有很多话要讲 但是你这个做法 你这个做法 其实是严重的 违反的 这个学生受教权 这样子的原则 对学生学习情绪 也有很大的影响 为什么 因为你这个老师 或者你这个校长 你被调到教育里去 然后就去找代课老师来 我没有说代课老师都不好 有的代课老师很好 但总是不稳定 总是他不是正式的老师 你这么 学校的缺 你去做事情 我相信都是做公家的工作 都没有错 但是这件事情 我在跟局长报告 监察院已经那么清楚的说 何有为师远欲纠正 我希望局长能够在最快的时间之内 拿出应用措施 应用措施 我给你讲 你不要选那个郝龙斌 你不要选他 你说要选他 我们的民调 永远就跟在他后面 对不对 局长 我跟您报告 监察院纠正大家 也包括教育部 所以教育部现在 监察院纠正他说 教育部没有订定一个 借调的办法 所以教育部现在 已经订定了一个行政命令 就各县市借调办法 包括教育部本身 也借调很多 我刚跟你讲过了 那是行政命令 刚才这个 我刚念给你两个都是法律 中央政府机关 总援而法 这是法律 教育人员就用条例 这个都法律 行政命令解决不了问题 你如果有法党 你如果有法党 我跟你说 你去立法你 你们去给他立法 在没有立法之前 我希望 我希望 我们不用去对郝龙斌 也不用去对朱立伦 你光也要把你办法拿出来 好不好 好不好 局长 我要讲的 这是不公平的 因为我们的校数比人家多 我原额只有他的一半 我如果不靠借调 那我从哪里 局长 我跟你说 你都不了解我的事 我没有说这样很公平 好 我说你要去设定 要你自己想办法去立法出来 我就跟你说这是违法的 我没有说你这样 这样很公平 好不好 局长 我是跟你讲 是 要想办法去弄立法出来 你没有立法 你就是违法 违法你给他纠正 你作为台中市教育局的最大的家长 这件事情 你有很大责任 你要好好负责处理 你请坐 你请坐 那接下来我要问一下副市长 你怎么知道现在这个 非审定版的教科书 以台中市来讲 我们还有哪些科目 是非审定的教科书 你怎么说 我跟你说 是一到六年级的 本土语言科 一到二年级的英语科 还有电脑教科书 那目前呢 那个副市长跟你报告 除了审定版的基础学科 包括国文 包括社会 包括数学 包括自然 它是采联合议价 包括非审定版的教科书 里面的本土语言 包括英语 它是采联合议价以外 联合议价以外 我们的电脑教科书 目前是采依 各学校自行依需求 采购的方式在处理 那个副市长 我要跟你讲 让学校自行去依 它的需求去跟书商买书 因为量不够大 量不够大 筹码不够高 所以书都买贵了 书都买贵了 然后呢 你让一个可能在学校 很少在做这样子的一个 一个招标工作的 学校的校务人员 去做这件事 很容易呢 就会 不小心就会违法 不小心就违法 再来 也让我们这个书商 在我们台中学来说 副市长 我们现在有228间 228间的小学 那以上个年度来讲 上个学年度来讲 总共有111家 他是自行去跟书商买书 他比例占到51.6% 说起来 这个比例是很高的 101间 所以我跟你讲 用这种方式呢 书商也输了 书也买贵了 书买贵 当然就学生输了 那在学校 老师也都输了 我这边有统计份资料 我这边统计份资料 这个书贵到离谱 校长 这书贵到离谱 以这个巨岩版的网络小学堂来讲 台北市 我这下情讲实 你看有没有 台北市他买一本85块 新北市 新北市一本85块 新北市一本85块 新北市一本买85块 新北市一本买85块 台中一本买一百四十块 台中市一本买一百四十块 我的网络上我的网友 我的朋友 朋友一直在問我一個問題 這樣子本來可以用聯合議價的方式處理的 買書方式 我們任由各學校自己去那邊買 便宜的誰 便宜的書商 土地的書商 這件事 我在這裡要請到副市長 我們準備怎麼樣來做 有什麼作為 我想聽聽副市長的意見 謝謝主席 這個張議員關心到這些孩子的教科書 能夠盡量能夠讓他們買到比較便宜的教科書 我想這樣的一個原則是我個人非常支持 那所以是不是教育局在整個聯合議價上面 是不是有碰到什麼困難 我讓局長說明一下 但是我想我跟議員的想法是一樣的 只要能夠讓我們的學生買到便宜一點的書 這個絕對要去爭取 我過去在學校當校長 我們也都是本這樣的原則 所以我想這個部分可能是不是 為什麼有些議價有成 有些議價不成的原因在哪裡 是不是請教育局說明一下 好 那就你請坐 請局長說明一下 謝謝 主席張議員 我跟你報告 教科書的問題 譬如說像 閩南語的教科書或英文 我們都有統一 但是電腦 並沒有一定要用教科書 這是非審定版的教科書 對 電腦的課程並沒有 資訊課程並沒有一定要用教科書 學校可以直接教採 我相信這是第一個 第二個 因為以資訊的書籍來說 它的版本太多 你沒有辦法統一規定 哪一個版本是全市使用 所以我們沒有辦法辦理統一的議價 沒有啦 副教授 你說這個我早就知道 我本來 我剛開始開中明明我就跟你講了 它本來就是非審定版的書 那其實這對你們來講都是舉手之勞 你們可以去做一個醫院調查 228所你就給它寄封信 說你們想買什麼書 你們想買什麼書 或者你就在 你如果覺得推薦不方便 我想 我老實講 這幾天我到我們藍屯的學校去問一下 差不多都同樣的書 差不多都一樣的 阿你就 舉手之勞 你就給人家228件 QQ的 對不對 本地可能是 100分 阿你如果1千分跟我們說 是不是可以比較少 講幾啊幾70% 那個局長這樣有困難嗎 報告沒有困難 協助一下 沒困難 我們明年呢 其實壞到不行耶 不是 我跟你說 日本喔 日本喔 如果減了50塊60塊 減了就變當了 我明年 我現在暑假 我要求所有學校 挑幾種幾個版本 然後我們來統一一下嘛 統一喔 好 我答應你啊 謝謝你 造福我們的家長跟學校 也讓我們的書商 不用這樣子疲於半命啦 今天因為你跟我這麼 明快的告訴我這件事情喔 我讓你休息50秒 我的資訊到以上結束 謝謝 謝謝大家